屯門上臨 2021年7月公佈首張假單 首批50伙 實質最便宜的入場是$16,986 平均呎價$18,388 市價3年剩下33伙貨 現時大劈價 劈價幅度超過45% 當年9樓285呎的一房單位是賣530萬 3年後的新假單 設定價$279萬 即是劈了$251萬 嘩 發展商當時拿這塊地 每呎楼面是$6499 比旁邊的御判山高兩倍 如果計算建築成本 我覺得上南應該差不多 大便 而且總數是112家 他都賣了三分二 只剩下三分一 他用一個成本價賣都沒有虧 這個項目是有賺的 現時減價只不過是賺少了 他拼完價後 那些一房賣什麼價錢呢 我們看一張價單 他有兩個不同的方法 一個叫HPAN 就120天成交 一個iPAN 就360天成交 分別就相差了6% 正常不會選擇360天成交 因為買得上南港都是那邊的街坊 所以現樓賣給你正常120天成交 現樓賣就可以了 第二個PANTION 最作用的比較 好像比你有得選擇 實質上很多元 看回120天成交的價錢 水平的尺價是9800 總價是279萬 尺寸是285呎 我們看回戶型圖 所有一房都比個市井 沒有浪費的位置 三學一露台都很好用 樓底是3.5米 可以做一些角樓 總體來說 你住在屯門這一區 這個項目可以想一想 純粹賣一個尺格 賣一個新樓 只投資的話 我們就領計 最重要 第一是單棟樓 第二是來市區比較遠 第三是周圍的配套 都不合得到 現在這個市房 有得買當然買大友會 例如同區一指頭開盤的 黃金海岸耳南 或者是NOVOLAND 又未必要買它 除非它批到一個誇張的幅度 砍價接近一半 傷心的一定不是發展商 是已經買了的業主 甚至有些業主都會質疑 二手價都沒有砍得 好像發展商那麼狠 事實上不是 如果我們看回二手雙藍的放盤價 它現時有個265呎的一房 在二手放282萬 夠一手新盤買的價錢 還要便宜一點 所以發展商砍這口價是接近現實的 跟大家再分享另一件事 就是我在雅虎新聞那邊看到的 標題就寫了 跳船的買家是否完成呢 因為上臨有些業主 是選擇了建期付款方法 其中有三個買家是開訂的 開訂的買家是否完成那邊 成交的買家 這就視乎發展商追不追差價 正常追差價的權利 就是在簽正式合約那邊確認 因為每一個發展商 願意給準買家拖到 差不多要收樓才簽正式合約 所以就算他跳了船 他也有機會被發展商追回 他跳船之後的差價 如果他不追他跳船的買家當然是贏了 但我覺得可能性不高 這個世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所以我覺得發展商在這個立場 為了照顧已經成交的買家的業主心態 追差價的可能性很高 你們覺得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路易斯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